海洋大學空手道隊成立已有二十幾年的時間 主要專攻一班組 教練李少宇當初是上大學才開始練習空手道 因為以前教練的栽培 千年決心回歸母校 希望學生藉由練習空手道培養出好的體態 並在對敵時建立專注力和意志力 首先就是要讓他們有興趣 覺得說空手道是一個 真的是強身健體的運動 一開始的話我們當然也是會把基本動作練好 那對打也有他的一些基本的動作門檻 體能的部分 肌力的部分 我會跟他說我幫他們排課程 安排之後他們照做 就應該就有資格來打這樣子高強度的比賽 楊繼哲今年與海洋大學畢業 參賽四屆全大運大豐收 總計拿下三金一桶 在每一屆的全大運皆調整量級 今年挑戰速度及力量兼具的第四量級 讓他感到壓力倍增 幸虧在金牌站發揮出平時水準 在全大運最後一年完美修場 大家都技術很好 可是就是比誰在最後能夠發揮出平常練習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是最有趣的地方 你的身體記住了這個動作 在那瞬間你就突然打得出來了 突然得分了 就這樣非常有意思 今年由於疫情影響訓練 導致選手體能下降 喪失鬥志 首先中華隊選手在東京奧運奪得佳績 讓他們重然信心 回歸全大運賽場 明天將迎來公開女生組賽事 臺灣體大派出葉廷妮 吳小雙 吳雪蓬及 吳指靈出戰個人刑期對打 記者吳廷妮 陳文君 台南報導 寶寶要達